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表展就要开幕了 劳力士又恰好赶上了迪通拿系列诞生60周年 所以今年劳力士会推出哪些新款的运动腕表 就值得很多人的关注 常规标款我们不看了 但是最近泄露出了一些叠照 我个人觉得可信度还比较高 因为什么 去年泄露的叠照最终都变成了表款 都是在产品手册偷拍来的 意大利人干的事 那么今年都有哪些新款呢 我们先来一起看一看 首先第一个就是去年推出的左撇子版本的雪碧圈 很多人说很别扭对吧 今年常规版本来了 右手可以佩戴的版本 我个人觉得这枚腕表出现的概率很高 毕竟左撇子是少部分人的需要 但是左撇子版本将来还会不会继续生产是一个问题 如果你对左撇子版本非常感兴趣的话 我建议你在这枚新款推出之前 抓紧入手一枚 万一劳力士搞了两年就不生产左撇子版本的话 那批版本就成为绝唱了 第二个就是说他们在以前绿水鬼都是钢款 而这次的叠照中泄露了一枚绿面绿圈的全金绿水鬼 金配绿这个配色其实是蛮挑人的 但是感觉上劳力士又希望把他们的水鬼系列腕表再炒作一下的感觉 这么一腕表颜值我认为还是很到位的 而且这个绿色盘面现在普通钢款绿水鬼也不给了 放到黄金版本上 售价提高了很多劳力士也能赚更多的钱 当然二级市场什么溢价 将来它跟绿金底比起来谁贵谁便宜 现在还不好说 但我觉得它拼不过绿金底 而在很多人非常喜爱的尖金版本的水鬼 这次会推出尖玫瑰金的版本 玫瑰金配钢的搭配 我个人觉得对女生而言更合适一些 这次也是尖玫瑰金的黑水鬼 其实尖金黑水鬼女生配戴是要比钢款的黑水鬼要好看很多 毕竟有一些金色的点缀 而尖玫瑰金的配色从图片的效果来看好像还挺不错的 实物怎么样 等我们三月底表展看看有没有真美表 另外一个不是很确定的表款 就在全金版本的迪通拿上 这次出现了陶瓷表圈 我们知道其实之前老力士的钢款的迪通拿 还有就是说金款配胶带的迪通拿都已经换上了陶瓷圈 唯独全金的表款 目前还没有上陶瓷圈 这次推出了陨石面熊猫盘的版本 然后换上了陶瓷圈 可能也就意味着迪通拿60周年的时候 这应该是一个开胃菜 将来会不会有其他盘面还不一定 但是金款的迪通拿换陶瓷圈这件事应该是大之所趋 这也就意味着之前备受诟病的那个金圈 不耐磨的金圈将要正式退出历史舞台 如果你现在有老款的滤金底的话 我建议你留一留 谁知道再过10年20年会不会变得更值钱呢 另外还有一枚万表就是绿玻璃 说了好几年了要更新换代了 这次终于可能会更新换代了 增加了护肩这个操作和之前的空霸一样 还有一个就是它的机芯换成了三二机芯 也终于让劳力士所有的运动款都变成了三二系列的机芯 至于说它的厚度会不会变薄 这个我也是挺关心的一件事 因为其实现在你给它再加软铁壳 增加防刺能力这件事呢 已经没有什么太多的意义了 这个只有等新表发布的时候 我们才能揭晓 好吧 以上这些呢 就是劳力士现在泄露出来的一些 所谓的2023年新品的叠照 我也想问问大家 你们觉得哪枚万表是今年这几个运动款里面 你们最喜爱的表款 希望在评论区和弹幕跟我一起互动一波 接下来就是真二八景发布的新款万表 上周第一枚新表来自于泰格豪雅 他们的飞行主题就是Otavia系列 发布了一枚非反即时的新品 42毫米表径 然后配了黑色的表圈和黑色的表盘 整体视觉效果还不错 再加上拥有非反即时功能 而且这个飞行员系列Otavia这个字样 用了橙色 起了一个非常好的点缀作用 背后也是有背透的 搭载的是豪雅的02机芯 这次增加了非反功能 洞储80小时 也是非常现代主流的水平 我个人觉得它的价格还是相对比较亲民的 5万块钱 非反即时功能 又带背透 而且这次还增加了快餐式的表带设计 你可以换上不同的表带 去搭配这枚万表 接下来这枚新表来自雷达 挺好看的 而且价格也不贵 雷达的真系列 这个编号比较长 大家一定要记住 R2707 3702万表 它最大的特点什么呢 就是说在雷达以前非常厉害的 就是说全陶瓷的表格和表带的基础上 这次做了一个镂空设计 而且这个镂空呢 我觉得比之前他们的镂空要好看一些 但雷达毕竟2万多块钱 所以它只是做了一个双桥 就是上下两根桥 然后在下面一根桥呢 上面有雷达的logo 还有它的这个英文的字样 而整枚万表的机芯呢 其实大家应该比较熟悉啊 他们说是他们家的R808机芯 其实就是来自于 Swatch集团的80系列机芯 80小时洞储 三针 没有日历功能 这点跟大家说一下 因为这个盘面呢 再加日历呢 就比较复杂了 正面背面呢 都是全镂空的一个设计 表针和机芯的一部分呢 采用了金色 我觉得还是蛮好看的 还有一点就是它的陶瓷材质呢 一共有三种颜色 黑色 米白色 还有一个灰色啊 我个人觉得呢 在这个价位里呢 其实还是一个颜值不错的表款 当然你最好到店里试戴一下啊 毕竟这个方形万表啊 再加上这个表壳前端的突出的部分呢 所以对万维呢 可能是会有一些要求啊 有一点特别注意 防水只有50米啊 所以说呢 日常水溅上呢 应该问题不大 但是绝不能带着游泳 接下来这枚新表呢 来自于Normos 大家都知道Normos的表 其实都长得差不多 尤其是他们这种 非常简约风格的表款 这枚呢 是来自于Tangent Neumatic的表款 其实Normos在92年 发布它首批四枚万表的时候啊 这个Tangent的就是其中之一啊 而这次有什么不一样呢 其实就推了两款新款 一个呢 是编号191 一个是编号146 35毫米表镜和38.5毫米表镜两种 我这里呢 强烈建议大家 如果你的手腕跟我差不多粗细的话啊 就是小腕子的话 35毫米就够了啊 再大你也带不了 而万维像赵大锤这种尺寸 才能佩戴Normos这种38毫米以上的腕表 因为它的表尔特别细又特别长 占了很大一部分尺寸 还有一点呢 就是Normos的表带啊 给你留的孔 可能对于万维时期以下的用户 也不是很友好 你可能需要自己额外打孔啊 因为最短的孔 可能只覆盖到万维时期的用户 这枚万表呢 最大的特色 其实它的盘面 它的盘面呢 采用是黄铜盘面 做了镀金处理 表面再做了一层蓝色的电镀 呈现出蓝色 其实这种放射纹的样子 其实所有的高档质表 很多的盘面都是这样做的 所以我也找不清楚它究竟的卖点是什么 背头机芯还是挺漂亮的 关价的话呢 21600块钱到22600块钱之间 应该遇上专柜打折的话 8折左右可以拿下 天梭的PRX他们又出新款了 他们在三帧版本玩了各种各样的颜色之后呢 现在又把这个颜色的魔法呢 放到它的即时表款上 其实PRX的即时表款呢 我个人觉得性价比还可以啊 毕竟呢 搭载了自动即时机芯关价 基本上在15000块钱左右 之前出过熊猫盘就很受欢迎 而这次这枚呢 稍微做了一个颜色调整 就把熊猫盘的三个眼的黑色呢 变成了深蓝色 这个看大家喜好 这里想问大家 就是你们会喜欢这种非常正的熊猫 就是黑白配色的非常正的熊猫 还是说喜欢这种盘面颜色 不一定是完全是黑色和白色对撞的这种熊猫盘 比如说像这种白色的盘面 配上蓝色的小表盘呢 哪一种更好看一些 表近42毫米 因为是一体式的链带 所以其实挺挑万维的 万维时期以下的用户呢 要谨慎一些 厚度呢14.5毫米 基本属于中规中距的水平 毕竟很多自动即时万表的厚度呢 都在13到15毫米之间 我个人觉得都是正常表现 其实我个人觉得呢 因为天梭PRX系列呢 价格范围比较大 有入门的三针的实音款 还有自动机械的表款 还有像这种自动即时要一万四五千块钱的万表 所以我这里也想问大家 你会花一万五千块钱去买一枚天梭吗 毕竟在天梭家族里 这也是比较昂贵的存在啊 如果愿意买这枚万表的话 希望在弹幕评论区告诉我 如果你觉得它偏贵 也请告诉我 有没有什么更实惠的替代表款 接下来这枚新表呢 熟悉我们节目的朋友一定都知道 它就是美度的彩虹圈啊 自从2020年 也就是我开始做这表 从节目开始 他们每年会出一个限量表款 先是一个黑色的 然后又出一个蓝色的 两只相比较而言 我觉得那个黑色的更好看一些 而这次呢 今年第三年就直接把两个颜色一起出了啊 出了一对新款 而且这次呢不做限量 也意味着这枚万表呢 比以前更好买一些 还有一点就它在功能上 跟以前有一些不一样 之前呢都是潜水表款 这次呢增加了世界时 也就是GMT功能 它是怎么呈现呢 其实这个世界时呢 是在外圈上 把以前潜水外圈呢 增加了这个24个城市的名称 它就变成了世界时 然后又增加了一根GMT的指针 这样它拥有了两地时功能 大家现在来看看 这两枚万表的颜色 跟之前的两枚潜水表款啊 到底谁更好看 我倒觉得呢 其实美度的这个彩虹圈呢 配上了GMT世界时功能之后呢 反而变得更好看一些了 因为这种盘面一定要非常复杂 越复杂越好看啊 而这次的这两枚呢 确实比之前要好看 还不限量 至于价格呢 比之前的潜水外表呢 稍微贵了一丢丢 现在的官价呢 是1360欧元 大概相当于9970块钱人民币 我估计他们在国内呢 可能会搞一些线上的发售什么的 大概的价格就是9999啊 我是这么猜的 到时候看看能不能应验 当然如果你觉得前面那枚美度的彩虹圈 过于花俏的话呢 其实他们还有一个相对比较低调的版本 就是它的领航者系列 75周年纪念表款 这次呢 又推出了一个新的配色 就是一个淡蓝色 有点像天蓝色的感觉 我觉得这个配色呢 还是蛮适合日常佩戴的 尤其是夏天快要到来 功能上呢 就相对比较简单一点了 三针加二粒的功能 然后呢 也配的是凯利波80机芯 冻除80小时 关价8700块钱 遇到商场打折的时候 6000多就能拿下 上周雪铁纳也出了一枚新表 这个留给赵大水吧 我就不讲了啊 DS2啊 感谢女朋友可以看一下 但我其实最想说的是什么 就是上周最便宜那枚万表啊 这里我讲是比较合适的 就是Swatch又出了 这个跟Omega超霸的一个联名系列的表款 之前呢 他放了很多金色的元素 让我误以为 他们会把那枚全金的超霸 变成Swatch的版本啊 这样的话呢 我的购表预算呢 可以减少二三十万 但他们却并没有做这件事情 这次呢 只是出了一个灰色表壳的 黑色盘面的这个超霸月球表 唯一的区别呢 就是有一根金色的指针 而且呢 我甚至于觉得Swatch呢 甚至于到了一种非常奇葩的程度 他说这根指针 只在每年满月的那天才生产 所以我想问问一下 Swatch一天可以生产多少根这样的指针啊 满月那天生产 一个月生产一回 还有呢 就是说 它的发售呢 只是在国外的几家专柜发售 这次不涉及中国市场 关价还是比较亲民的 275瑞士法郎 大概相当于2000块出头人民币的样子 这么一万表 现在呢 已经有黄牛在国外排队了 我个人觉得呢 专门为这根指针排队买这枚Swatch呢 可能意义不大 虽然说 他们说这根针呢 是品牌独特的18K金的一个配方啊 一枚十英万表里加了一根小金针啊 好像噱头还是蛮足的 但是呢 从我自己的切身经历而言呢 我之前一直想做 整个Moonwatch系列的 所有的Swatch那十几枚万表的一个开箱 但是集到现在呢 我只集了八枚 还差三枚没有集齐 然后那些万表买回来到现在 我连包装盒都不愿意打开它们 你就可以想象这些万表 到底有多大的魅力 可能只是带出去做一个潮流罢了 真的你是万表爱好者的话 我建议你还是买正儿八经的超吧 好吧 以上就是本期新表速递的全部内容 我始终觉得他们把Tyver拿错了 这期节目让赵大锤来讲更加合适 大概是因为前面有劳力士的一些新款预测啊 他们才想到让我来讲这期节目啊 不管怎么样 希望大家持续支持 这车指导和这表指导的全部内容 我们下期再见 拜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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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拜拜